大家好,我是天选打工人小代,欢迎来到第11期参考信息 首先关注宏观政策 12月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 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支持平台企业在引力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会议还说,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各省的书记立马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关键词是开放和信心 新任浙江省委书记18日就去阿里巴巴集团调研 海南书记还说,要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会议特别强调了消费,说,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特别是增加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 适当增加消费信贷 人民日报微镜头栏目也引述领导人的话说 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 国家统计局15日承认,11月居民出行减少,消费场景受限 非必需类商品的销售和聚集型的消费受到明显冲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5.9% 18日,曾任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副总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明说 今年的消费比2019年还要低,比去年跌了2万亿 基本上是两个百分点的GDP 这也是今年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利好 15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宣布 根据中美8月底达成的审计协议 完成了史上首次对中概股的抵稿审查 中概股的退市风险大大降低 此外,19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提出20条举措 包括鼓励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与合作的新途径、新模式 对平台而言也是个好消息 下面继续关注疫情 关于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中央裁判负责人解释 过去在重症率、致死率高的情况下 我们严格防疫是必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 当前病毒传染性高 但重症率、致死率显著降低 疫情防控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我们省时度视 科学优化防疫措施也是必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 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随着各地感染数仍在不断上升 居民的用药需求激增 江苏、苏州、无锡、山东、陕西西安 开始把原来的核酸采样点改造为发热诊疗站或便民医疗点 一些地方还在这里向患者投放平价的退烧药 全国都有这个条件 现在少数地方做到了 成了新闻 说明还有更多地方没有做到 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也让核酸点在彻底退出居民生活前 发挥一点余热 在药品供应上 《新京报》的记者最近探访了华润医疗商业集团 在北京的物流中心 12月1日至8日 1170万盒抗疫药品从这里投放到了北京 近300家二三级医院 2200多家的社区医务室和3000家药店 其中我们的老朋友莲花清瘟占了一半 有620万盒 部落分67万盒 对于西安基分34万盒 有数量极上的差异 除了增加投放 北京南京珠海允许药店对退烧药拆零销售 顾客可以按片或者按利来购买 河南州口等地还推出了免费送药的活动 个人可以用身份证领一份的量 还有的药店自己组织免费发药活动 马督工一定熟悉药品拆零销售 从白色或者棕色的小纸袋里倒出几颗药片 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常见的方式 其实现在依然是合法的途径 国家多次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都规定药品零售应该包括拆零 而国采也是按照药片或者板来计价的 按说中国是最大的部落分生产和出口国 产量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两家龙头药企的产能 开动一半就能满足需求 但是过去两年限购四类药 现在消费者扎堆囤货 造成市场缺口大 而企业需要时间度过生产周期 及扑货运输的过程 提醒大家合理备药 部落分保质期两三年 囤多了这些药最终的归宿 最大可能就是垃圾桶 重症床位数不足 是我国医疗资源的一个短板 20条新十条以来 国务院联防联空机制要求 各地在12月底前 要完成重症医疗资源的扩充 根据各地公共资源交易网 政府采购网以及医院的发布 各地正在紧急采购各种急救设备 看来被突袭的不只是群众 还有地方政府 近日浙江 广东 山东 江苏多地开会时 都提到要压平感染曲线 推后峰值 顺利度过流行期 拉平曲线 是在感染人群概率大致确定的情况下 尽可能将感染时间轴延长 减少单位周期内的感染人数 而流行峰值来得越晚 大家健康受到威胁的程度就会越低 避开重症 病亡高峰的概率就会越大 一些省份和城市 透露的疫情高峰时间 基本都集中在明年的1月 在这个背景下 各地已经在为复工做准备 浙江和重庆都在18日带头提出 无症状甚至轻症 做好防护的情况下 可以正常上班 安徽无湖这些城市也跟进了 北京提出 解除隔离后可以返港复工 不需要核酸和抗原检测 此外 各地医院发布倡议书 号召医护轻伤不下火线 既然防疫政策调整了 涉疫情案件的处理也受到关注 曾任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 和最高法刑事法官的黄应生 近日撰文 呼吁对一些涉疫案件 如隐瞒行程 或者管控期间擅自外出 但没有引起疫情传播的 现在就不宜再定罪处罚了 没有生效的案件 应该一律终止审理审查或者侦查 做宣告无罪 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处理 他还建议对于部分已经生效的判决 如2021年11月 当新冠肺炎病毒演变成奥密克戎之后 因为传播奥密克戎而被刑事 或者行政处罚的人 司法机关予以纠错 黄应生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 但11月底的一个视频 你可能看过 前法官被安装门词 与防控人员教科书士对话 维权成功 当事人就是黄应生 法官本人主动提起这个动议 值得考虑 下面看一组世界新闻吧 蒙古国抗议煤炭腐败和高通账的示威 持续了十几天 尽管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的气温降到零下 大量示威者仍然留在街头 留在国家工广场上 煤炭开采占蒙古GDP的25% 占出口收入的40% 18日 蒙古国经济发展部长发推特说 涉嫌腐败的前总统巴特·图勒嘎逃离出境 但内务部长则表示 前总统失去韩国治病 目前蒙古人民大概想知道前总统得了什么病 结束治疗后回不回国接受调查呢 在南美 世界第二大产同国 秘鲁也陷入动荡 左派前总统卡斯蒂略 7日被国会弹劾并击押 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 要求新总统下台并提前大选 拉美左派集体战队 现在拉美的第二三四大经济体 墨西哥 哥伦比亚 阿根廷 再加上波利维亚 都是左派总统当家 四个人发表联合声明 声援卡斯蒂略 14日 拉美十个左翼政府在古巴哈瓦那开会 再次声援他 在英国 我们上次说的护士罢工只是个开端 12月份罢工的还有 救护车行业人员罢工两天 4万英国铁路 海市及运输工会人员 11.5万名皇家邮政工作人员 以及内政部 交通部 这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也要从月中开始罢工一个月 明年1到2月 英格兰最大教室工会 也要罢工半个月 为了应对罢工带来的岗位空缺 17日 英国政府宣布将派遣约1200名军人 及1000名公务员填上去 维持相关服务的运行 最后看一下马斯克 12月18日 身兼多个公司CEO的马斯克 居然有空去卡塔尔 看世界杯决赛 同框的还有特朗普的女婿 库什纳 赛后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了 我是否要辞去 推特CEO的投票 最终参与人数超过1750万 大约57.5%的人赞成马斯克辞职 马斯克当了50天推特的CEO 大幅裁员 推出订阅收费 大条广告政策 封禁和解封了一大批账号 来自各界的压力和麻烦更多了 特斯拉的股东也认为 马斯克在推特投入太多了 会影响汽车业务 现在马斯克似乎不想干了 说将遵循民意调查结果 我们看看他最终会交出一个 什么样的推特给接盘人 好的 今天就是这些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周末再见